蠻常用到的,除了像LOOKUP、VILUHAD之外 還有像INDEX 所以呢請各位把那個剛剛VILUHAD的這個練習 也許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這邊的話 把它砍掉 也試一下,用那個 INDEX試試看 還有用INDRESS試試看 這個地方也可以用INDRESS 還有像OFFSET,比較常用的 大概這三個函數 那裡面我當然會希望說 這邊一樣有個下拉清單 當這個下拉清單改變的時候 一樣去抓資料 不過抓資料的方法 請你用其他的 當然INDEX可能大部分的東西比較少用 不過這個函數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它主要能夠幫我做什麼呢 你可以插入函數 裡面有一個叫INDEX 那顧名思義,鎖引 那裡面的話呢 它需要幾個參數 我們就預設這一個好了 它基本上會有三個訊息要給它 第一個就是ARRAY ARRAY其實就跟剛剛那個Table Array有點像 就是給我一個 矩陣範圍 那這個矩陣範圍有欄有列 有欄有列的話呢 那意思是這個範圍裡面呢 請問你要我幫你抓到的是哪一列 哪一欄 所以基本上 這邊1一定是找這個範圍 ARRAY是指的是這個範圍 RAW的話呢 指的是哪一列 請問一下你要第幾列啊 這個範圍哦 特別注意哦 是針對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那我要第幾列的資料呢 其實第幾列的資料 跟什麼有關呢 其實應該跟這個有關吧 有沒有 編號 如果它今天是002的話 那理論上它就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二列了 指的是這個範圍哦 跟這個外面的工作無關哦 是這個範圍哦 所以理論上你的那個 RAW INDEX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給它這個 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002本來是文字有沒有 那這邊是需要一個LUMBER 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它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數字啦 誒 剛好是2 所以它的編號剛好就是它 所在的那個列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查詢的部分 就直接給這個 那COLEN的LUMBER指的是哪一欄啊 誒 那我給它什麼 誒 姓名 1 2 所以給它第幾欄呢 給它第二欄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抓到的資料呢 002嘛 對不對 誒 姓名呢 剛好就是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二列的第二欄 誒 剛好抓到它 所以它抓到這個方向 加這個方向 就幫你把資料怎麼樣 帶過來 所以最後結果就彰顯一下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剛好 那一樣啦 如果我希望呢 能夠向下填滿一次做完的話 誒 這個剛好有做過 跟那個VLAN數一樣 裡面的話呢 我當然等一下會希望 它的欄有沒有 這個是第二欄 誒 向下拉變第三 第四 第五 誒 那不就跟剛剛一樣嗎 打一個什麼 ROW 小瓜糊 減掉 2 這樣就OK 其他的話 記得 把範圍F4 其實這個屬立就可以了 這個也一樣 屬立就可以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一樣 向下拉 這個地方 它就會自動去利用Index 幫我把資料抓過來 這個主要是先了解Index 因為後面有範例 只能用Index查詢 不能用VLAN數 那我們先暖個身 再來的話呢 Indirect Indirect 其實它用法 跟這個Indirect 完全 現在完全不一樣 它這個地方按確定之後呢 它很特別的 它只有兩個條件給它 其實呢 這兩個條件 A1你可以空白 如果A1空白的話呢 那就是用預設的位置 就沒有變 A1指的就是這個位置 A1的位置 那referent text指的是 請問一下 你要 幫你抓的是 哪一個位置啊 那00個當然 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幫我抓到的是 B4的位置 OK 那它會幫你怎麼樣呢 把張賢雅帶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哦 這個時候有看到張賢雅 但是你按確定它會怎麼樣 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 Indirect 它很特殊 就是說它有點像 我們那個VBA裡面的 Range物件 Range物件的話呢 裡面你敘述哪個儲存格的話 需要怎麼樣 前後要加上雙引號 那你會發現前面好幾個函數 當你離開 它會自動幫你加雙引號 可是Indirect很特別 應該 它 少了一個動作 自動幫你加雙引號這動作 所以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你按確定 它會抓不到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雖然已經知道是B4了 可是問題 那我 這個是我自己點 我用人工去看的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剛好 就是 知道說呢 將來 這個4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用什麼呢 用串接 就是and什麼呢 抓到它現在是在 哪一列嘛 那我可以根據什麼呢 應該是根據什麼 哪一 前面是藍嘛 後面是列 所以後面的訊息呢 其實可以什麼 由這個加2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什麼 and這個 把它加上 2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b and h3 加上2 很特別是說 如果我直接加一個 h3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它是b002 因為這邊是002的文字 但是呢 你把它加了2之後 馬上變b4 為什麼呢 其實很有趣哦 其實以色列裡面有幫你做 自動幫你做很多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 文字遇到加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文字 變成數字 再跟2相加 所以002變 遇到加的時候變成2 2加上2 那就是4 但是如果遇到and的符號 就自動幫你變成文字 ok 所以b3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張賢雅ok 可是呢 這邊有個問題哦 我如果向下填滿的時候 那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b變成c c變成d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哦 向下填滿的時候 因為向下填滿呢 我們剛剛 如果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可以累加 可是如果是一個文字的話 b怎麼變c c怎麼變d 那這邊可能需要知道一個訊息哦 在我雲端上面哦 我有放了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哦 就是電腦的內碼 叫 ASCII code內碼 好 不過 你不用太緊張 想到內碼沒有那麼恐怖 其實呢 呃 裡面的內碼最重要就是b c在內碼的位置是66 以此類推 c在67 d在67 那我們主要是要抓到什麼 它的位置 然後呢 再把它串接在一起 其實我們也可以本來 沒有辦法向下填滿 自動帧號的 也可以把它變成可以哦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主要哦 啊 index indirator 跟offset 我想今天可能做不到 在這個地方 indirator先試試看好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 那這幾個哦 為什麼要特別講哦 主要因為後面我們還會用的 而且工作裡面哦 用到像index indirator的機率其實還蠻大的 尤其是你要抓一些相關的資料 哦 你不能永遠都只會virus函數啦 哦 你如果只會virus函數的話 很多資料哦 你是沒辦法找到 而且無法處理 那怎麼辦哦 可能要 那 除了當然用vba之外哦 其他像indirator 像那個 這個index 相關函數哦 恐怕也需要了解一下哦 比較特殊就是哦 這個地方前面是要b cde 如果說我今天要能夠把啊那個我需要的字那個文字抓出來的話 你可能會還會需要用到文字類的函數裡面的那個chap 這個chap函數是抓那阿斯基扣內瑪的那個一個函數哦 那如果按確定之後呢 我如果輸入66的話 你會發現哦 就是b 67就11之類的對哦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向下填滿 剛好他會自動得加 我可以加上一個raw 就類似raw函數 那raw函數加了就因為他現在在第四列 所以加完就變70變f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466-4那就62 62加上raw之後剛好66 剛好就b 所以按確定之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哦 bcde 因為呢 我用raw再加上他62 就可以串出我要的RSQ內瑪表 他會自動幫我把那個bcde的這個藍的字串 幫你抓出來 那所以呢我們直接做完之後呢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之後呢 直接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b的位置 有沒有 把它貼上之後 前面指的是他哪一藍 後面指的是他哪一列 那串完之後打個勾 好啊 確定一下因為這個很容易犯錯 打勾之後的話呢 向下填滿 在向下填滿之前啊 這個3可能要鎖起來 好啊其他不用鎖 按打個勾 向下填滿之後呢 看會不會成功呢 哎 張賢陽 試一下抓第三 吳丹雅這個 沒錯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又多需要用到一個chart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主要是檢視與參照的部分 先講到這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後面還有幾題那個 檢視與參照練習題 包含的是那個配股數量表 跟那個還有325 的人士分欄的題目 也許回去啊 可以先預習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些題目有一些是沒辦法用 那麽一的環數做完的 好像那個325 人士分欄這一題 所以回去的話 有時間呢 可以先試 在這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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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